你会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有求耶稣赦免我 你就已经得救了 你会说我做得不够好 你做得不够好,就开始做得这么简单 这种平安就是说我要做得够好 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 他说我不想信耶稣的时候 我一信我要做得很好的基督徒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我一信我要解除我的习惯 全部都是坏习惯,然后我就信耶稣 这个人就觉得他靠自己 我要做得够好,我才配信耶稣 不是的,其实你信耶稣是完全是礼物 不是你做得够好,是神做得够好的 所以你在神里面,你不要再担心 哎呀,我不知道能不能够 你经常想,如果天父是你的爸爸 你就一定能够够 你的心态,他是我的爸爸 他是照顾我的,我信靠他的 我是跟从他的,你就一定能够够 不用担心,哎呀,我未到 所以很平安 不用说,哎呀,糟了,我今天 哎呀,生气了 我很难跟他和好 哎呀,我今天不能够够了 不用这么害怕 当然我们说,生气了的人 我马上求主耶稣帮我们去原谅他 但你不用说,哎呀,我今天犯了个大罪 我又上不了天堂了 不用这么害怕的,就是灰改就可以了 好了,第一就是肯定自己得够 第二,可以享受神的关系 有些人说,看圣经 我初信主的时候,我都是,其实我很喜欢看圣经 我当我发觉我妹妹有一本圣经 在教堂拿回来 我在书架上有本圣经 就是我刚信了耶稣之后,我知道神是真的 我就问谁有本圣经 那妹妹是我的 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看 你有没有看 他说他不看 他就让我看 我看着那本圣经 那本圣经是一本新约的圣经 细细本的 我在几个月之内看了几次 很快去看,我看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觉得很深刻的印象 神的话语给我很大力量 还有耶稣这么有权劲,那么有能力,那么有爱心 我看的时候很深刻的印象 虽然有时候有些不明白,但我一直看下去 我问很多问题 我回到教堂经常问那些人 关于圣经的问题 我发觉看圣经有帮助 但是呢 那时候我未认得这件事 我未肯好肯 未知道这件事 当我烦恼的时候 立刻可以祈祷看圣经 虽然我祈祷真的有平安 是很平安,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呢 如果我心烦的时候 我就会去打球,去看电影,去睡觉 我会去做这些事情 但我未认得 但是我后来就知道 要回到神 我现在也是 什么时候不开心呢 我就一直赞给神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诗歌 我就发觉很快 神的平安来到 所以 神的关系是可以享受的 你和隔壁哥说的 你可以享受和神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是一种重 但是一种享受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诗篇16篇第8节 我将耶和我说 尚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至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而居住 你会发觉睡觉睡得好 我真的睡觉睡得好 我真的睡觉睡得好 当时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你会发觉睡觉睡得好 我真的睡觉睡得好 当师母病的时候 他每次晚上一刻要去手间 都每一次叫醒我 我一晚可能醒三次 但醒完三次 我睡得上床 待会又睡着了 因为心平稳安静 虽然他是病中 我知道他辛苦 但我又知道 如果我背着重担 我又很辛苦 如果我又病了 更坏 所以我就放松个人 即是说 我能够做的我就做 他是在神的手中 那我就跟着我回去睡觉 但我看到他 辛苦的时候 我心里当然有 为他伤心 但我不让这种伤心 overwhelm我 即是好像把我捱住 我要在神里特力 我不能够 你做什么工作 你不能够背着这个单子 我们够背不到的 即是在这样的情况 我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 然后诗篇131篇第二节 我们今天唱过的 一起读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象断我乃的孩子 再贪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象断我乃的孩子 即是很平安的大胃 真的很好 好像个BB 你看神怀中 好像个BB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最后 这里讲到 神在一切环境中 怀抱和帮我们 即是神很爱我们 很多人都知道 但环境中 有些困难的环境 你就有时觉得 神未必帮我们 一起读 以赛书46章3至4节 雅国家 以色列家 一切如性的 要听我言 你们自从生下 就蒙我保抱 自从出汤 便蒙我遗差 直到你们练老 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犯白 我仍遗差 我以造作 也必保抱 我必怀抱 也必拯救 这个经文很特别 就是说到 神是抱着我们的 你说 那些法白 即是年纪大的 那些基督徒 哇 虽然耶稣这么多年 他不用耶稣抱着 那 其实年纪大的基督徒 容易吗 他也有他的困难 对不对 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困难 但耶稣 神会抱着他的 那么年轻的基督徒 有些年纪大的 说年轻的基督徒 你有体力 又有那么多前途 又做公养的东西 那么应该没有重胆 是不是年轻的基督徒没有重胆 不是 年轻人其实很多重胆 因为年轻人是很情绪化的 但是无论你大与小 神都会保抱你的 所以你经常相信 耶稣现在和我一起 耶稣抱着我 耶稣托着我 有什么困难 面对不到的 耶稣帮我 我先读这两个经文 以生命记33章25节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如果你现在老板 是经常骂你的 你的日子这样 你的力量也是够你用的 如果你面对人 是很不好的 神也是在这个时候帮你 如果你有病 神也是在这个时候帮你 因为你的日子 我们一起读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你什么困难都好 神就和你一起 罗马书8章28节 我们曉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子的人 被照的人 就是万事都叫我们有益处 所有的事有什么困难 在我照护师母的时候 我学校在困难的时候 都是安静倚靠神 很多事情做由早到晚 有些我想做的做不到 但我经常都要做 有很多要做煲水 又整那样 又洗清洁 很多骯髒的事情要做 但我在做的时候 一直平稳安静 神是在教导我的 亦是让我和师母的关系更加好 这是神能够在任何时候 他都会做更加美好的事 所以多困难都好 你现在做工很困难 你不要说 哎呀 神忘记了我 我现在很困难 神你什么时候帮我 在做工困难的时候 神在这个时候 神在这个时候 要帮我能够学习 在这些困难中 放下我们的重担 这个世界的人 是给我们重担 世界的人 无论是家人 是给你重担 上班 我去医院 也是有重担 但我学会 我在做工的时候 因为那里的人 那些人 他真的不是很理睬 人 我理睬他的时候 他又不是很理睬我 很勉强的 在那里面 但是我坚持 不断和他们聊天 坚持招呼他们 有些人 真的是没有怎么回答我 但我自己跟自己说 这个环境不是教会 他们没有责任要去招呼我 他们没有责任要对我怎么好的 他们是做他们自己 他喜欢他朋友 做他朋友的事 他有什么不喜欢 他就会 直讲 或者告给上司 他们会照做 但我自己就说 他们是这样 我接受了是这样 我心里面 就不要把事情挂住 不要说 那些人又不理我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做事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 走过去 叫他 那他又 走了 如果我背上身 就会觉得很惨